欢迎收看中国在世 我是徐晋日 国家安全部批评台湾情报部门 在民进党上台之后 对大陆进行情报渗透 沦为阻碍两岸交流的工具 重新中方会坚决压制台独分裂势力 推动组国统一 何心言报道 在台湾陆营的乃清德成为当选人 国家安全部发文提到民进党当局上台之后 台湾情报部门极力充当台独分裂势力的马前卓急先锋 加紧对大陆进行情报渗透 又说大选前台湾情报部门极力炒作大陆介入选举 打压参与两岸交流的政治人物和普通民众 批评已经成为台独势力铲除异己 阻碍两岸交流的工具 国家安全部表明坚决反对台独分裂行径 和外部势力干涉将会深入开展反间谍活动 依法防范制止和惩治敌对势力的滲透和破坏 国台办就在记者会上重新台湾选举结果 不代表岛内主流民意 强调阻挡不了同一大势 选举结果撼动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和事实 改变不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 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事 我们将毫不动摇坚持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只望两岸关系 陈彬华说新一年大陆会坚持和平统一 一国两制方针 持续促进两岸各领域合作 并且扩大人员往来 又呼吁广大台湾同胞 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 深化两岸融合发展 有线新闻何新面报导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 天洲7号货运飞船今晚10点27分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 目前长征7号摇白运载火线 已经完成加注推进剂 按计划 天洲7号货运飞船将会首次采用三个钟 快速交汇对接方案 为空间站补给物资 并支持载轨科学实验 全国政协前副主席 前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主席 中共党员张克辉逝世 围体星期三 在北京白宝山革命公务火化 多位领导人到场送别 习近平 赵乐际 王滬宁 蔡奇 丁舌祥 李希 以及韩正等到场送别 他们在哀乐声中 换步走到张克辉的围体前 缩纳墨埃 并三谷公 之后和张克辉的亲属 逐一握手 表示慰问 张克辉上星期四是北京病逝 享年96岁 中国去年经济增长5.2% 第四季增速略低于预期 国统局说 支撑消费持续回升的 有利条件比较多 处备优法的措施 继续为经济稳定运行互航 红加星报道 中国去年经济增速一如预期加快 全年升5.2% 增速高过2022年的3% 也都高过官方设定5%左右的目标 第四季GDP按年升5.2% 增速比第三季加快0.3个百分点 按季比较升1% 略低过预期的升1.1% 2023年我们5.2%的经济增速 不仅高于全球 3%左右的预计增速 而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 也是名列前茅 我国经济 2023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力 有望超过30% 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引擎 展望2024年我们也要看到 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严峻 国内有效需求不足 部分行业才能过剩 社会预期偏弱 风险隐患依然较多 推动我国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 还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 上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按年升7.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升6.8% 去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升3% 增速比起头11个月加快0.1个百分点 但是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跌9.6% 跌幅比起头11个月扩大 国统局说资产消费持续回升的有利条件较多 估计消费仍然保持较好的增长 而去年推出挣发国债 减税费 减息降涨等政策效果 仍然在今年持续释放 亦都处备优化一些新的措施 为经济稳定运行护航 有线新闻红家星报道 国家统计局公布 内地人口去年录得14.098万 减少了208万 在国申办记者会上 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 内地去年年底人口有14.0967万 其中男性大约有7.2亿万 女性大约有6.898万 出生人口大约902万人 出生率6.39% 死亡人口1,110万人 死亡率7.87% 另外国统局恢复公布青年失业率 不包含在校生的16至24岁 25至29岁 以及30至59岁失业率 分别是14.9% 6.1%和3.9% 国家法改委公布 去年通过实施移工代仗政策 成功吸纳超过253万个低收入群众授业 认真宇报道 根据国家法改委公布 去年移工代仗专项项目 投资金马达109亿元人民币 较前年增加34亿元人民币 拼请了28万名农村人口 以及其他低收入群体参与工程建设 国家法改委同时督促各地 在实施重点工程项目 和兴建农村基础设施时 推广以工代振方式 在去年近7000个 包括建设铁路、公路、大桥等重点工程项目中 就成功吸纳了183万6000人 至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就吸纳了超过41万人 两个不同项目 分别令人工收入增加16000和8000元人民币 以工代振是内地的扶贫政策 受振制人士参与工程建设 赚取报酬 代替直接收取政府之助 国家法改委计划 进一步拓展以工代振实施范围 向低收入群众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有线新闻,迎震宇报导 黑龙江、青海湖的年度东部节开幕 吸引5万多个游客到当地 预计带动超过3000万旅游收入 陈坚明报导 渔民齐集在黑龙江最大的湖 鸡西市青海湖 作开结冰的湖面撒网布鸟 吸引来自各地的游客观赏 并职场交易 一条52斤重的头鱼 以99万9千元人民币成交 渔民将即日捕获大约7万斤重的鱼 全部放在冰上浪晒 场面壮观 现场有多个大窝 比游客职场品尝新鲜鱼汤 卯丹江市镜博湖景区 也都举行国际东部节 吸引近万名游客 每日除了东部表演 还推出冰钓体验 围炉火窝等 北方的东部鱼猎文化 有几千年历史 东部贵系列活动 是黑龙江冰雪旅游的百日行动 但是兴海湖一场东部节 预计就可以带来超过三千万元旅游收入 配合中央政策 黑龙江当局积极推动扩大消费 积极培育民渔旅游等 预计东北冰雪旅游热潮将会持续一段时间 有线新闻陈建明报道 首席是新加坡出生的大红猫 由内地和新加坡专家陪同 坐专机回回四川成都 运送大红猫猫猫的专机 星期二晚抵达成都商楼国际机场 机上准备了大约50公斤 竹子、竹笋、生果等等 被猫猫享用 目前猫猫健康状况良好 会在广安、华盈山、红猫基地 隔离检疫一个月 根据中国和新加坡达成的协议 叻叻将会参与后组的大红猫繁殖计划 餐饮业近日忙于应付团年饭订单 广州有餐厅列明要消费千元以上 只可以选择以包房形式用线 但有律师指出有关做法违规 余思南报道 农历新年就快到 广州不少餐厅团年饭订作爆满 其中私人包房更加暢手 有餐厅说 顾客包房必须要达到最低消费要求 或者卖相应的套餐 做法未必得到消费者认同 而餐厅这样做有可能已经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其实市场监管部门是有权责令停止改正 而且违法没收所得 并且可以处以罚款的 那么就以我们广州为例 那么出现这一种设置最低消费标准的情况 而且拒不改正的 是可以处以一千以上一万以下的罚款的 律师提醒顾客 如果在消费过程中遇到不合理的消费现象 可以及时和商家沟通 假如沟通无效 就应该要保留相关的消费证据作为日后追讨 由线新闻如斯南报导 节目时间对到 稍后其他新闻